哈囉大家好我是Aster 今天呢我想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我這一顆頭是如何捲出來的 那麼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因為我的頭髮是純黑色的 然後我剪的髮型呢其實是 呃...非常的一個基本款的一個短髮 就是層次呢是屬於第一層次 然後髮尾是起的 然後頭髮又是全黑的 其實單看起來如果沒有造型的話 會整個人看起來很無聊 所以當我剪完這個頭髮的時候呢 我當下就想說 我應該要把它弄捲 這樣看起來頭髮才會有一些層次感 以及比較有造型的感覺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 捲頭髮吧 那雖然我現在是短髮的狀態 但是捲頭髮的話還是一定要分層 因為短髮的髮尾呢會比較明顯 假如你前面捲了 然後裡面迷捲 會很容易就是一眼被看到 也就是你知道沒有辦法逃過的一個視線位置 所以呢分層的話 我這樣子 先這麼簡單就分層兩層 再對半分兩層 那基本上因為短髮的髮尾呢 本來就已經很少了 就是這麼短 這麼短一截 所以不可能捲什麼很厲害的捲度 因此我們現在髮尾 只要讓它有一個彎度 然後跟外面的頭髮是呼應的這樣就好 就不要讓它是直的就好 那我個人會捲的方向是往外捲 因為你往內捲的話 它就是變成一個內彎 就會看起來很整齊 那如果想要有那種凌亂的感覺 往外捲讓它有一種亂翹 反而會有一種層次感 所以現在就是 邊 往下拉 然後 離指甲 邊轉 有沒有看到我的手 就是邊轉 這樣邊拉 邊轉 好 有沒有很翹 然後就是一個很像魚鉤的樣子 再來呢我們就可以把頭髮放下 那接下來我還會再分一個層次 分的區塊是這樣子 我會先把頭髮呢 平均的 梳開 梳開之後呢 會從頭頂的正中心 畫到我的太陽穴兩側 這一撮 拿起來 這一撮呢 因為是瀏海 需要特別去照顧它 整理它 因此我會把它分區 等一下再捲它 那其他地方呢 該怎麼捲呢 我希望這一次我的頭髮呢 有一點點螺旋性的空氣感的捲度 所以我會 直的去分層次 先拿好一撮然後 電棒也是直的 就這樣子 轉 然後捲 轉 捲 啊不用停太久喔 所以就是這樣 有沒有 好捲完之後呢 你先都不要理它 先不要把它剝開 我們先捲 頭頂這一區 這個 劉海的話 就會有分方向 劉海請大家就是 往外捲 就是方向是往外 這樣子捲 為什麼呢 因為往外捲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種 比較 浪漫的 感覺 然後 因為我額頭比較窄嘛 我往外 我額頭才會 打開 比例上會比較好 好 整個捲完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把它 撥鬆 現在就是 開始整理你頭髮的一些細節 比如說 我現在想要分 右邊 好 我現在把劉海分過來 分完之後呢 我覺得 欸這一撮好像有點 太飛 把它拿出來 然後再 重新夾一遍 欸沒夾到 塞 就是把它捲掉 讓它不會那麼的飛 所以 這樣這個髮型就完成了 很簡單吧 而且我覺得 最棒的就是 這個頭髮呢 你要中分 可以 分右 分左 也可以 分右 也很好看 選髮教學今天就到這裡囉 希望你會喜歡這支影片 如果你喜歡 覺得有用的話 歡迎幫我分享出去 或者是訂閱我的頻道 加入我的粉絲團 Instagram 微博 都可以 那今天就這樣囉 掰掰 我覺得這個頭髮的長度 最好的就是 不管它是像現在這麼捲 還是過了一兩天之後 它變得沒那麼捲 但是它還是有一點很輕微的 像自然捲的那種捲度 停留在 頭髮上 像這樣子兩種捲度 都會非常好看 所以 我就會不噴定情液 有種換髮型的感覺